我覺得我的獎是 除了獻給工作人員家衛 希望獻給我的 外公 他想跟外公說什麼 我要改 要謝謝他的愛 他好像在等他 機械孤雷 他很愛到外公 是怎麼辦 蛤 成功把你弄哭了 會有感覺到外公的一些 機械孤雷一直都有 欸我是好緊嗎 我姐 好 謝謝大家 那一刻也是想到 但是講不出口 對因為沒有需要 你心情起伏好大喔今天 因為如果你講的話 你當場應該落淚 嗯 他有什麼想跟老公說的 哈哈哈哈 你還想要怎麼用 哈哈 對啊謝謝台穎在我旁邊 陪伴是 最重要的 嗯 嗯 老公有說 得獎就來撐一個嗎 那一類的 對我們呢 跑得到六 對 嗯 估計他現在應該也還不知道 他正在工作 他沒有看著 他在工作啊 所以應該 我還沒來不及看手機 所以我不曉得 有想說怎麼撐住嗎 還是我手機借你打給他 哈哈哈哈 太病了 他有沒有說比如說得獎 他要買什麼東西給你 或帶你出去玩這種 因為這種我們自己都可以 獨立完成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就我覺得現在 這拍現在是好好的 跟劇組 工作夥伴們一起 喝一杯吧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不容易 然後很辛苦 剛好 我們那陣子拍的時候 之前說過 就是在 嗯 疫情很 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就是這樣 好好的被 保護著可以把這個戲全示好 所以 大家大家都很值得 為自己趕一杯 拿到獎的時候 你會覺得 終於可以做這個角色的感覺 嗯 嗯 有 有 剛剛 真的是 因為已經六秒了 所以已經忘記獎公 這麼沉重 剛剛一度拿的時候 覺得 今天手套好像有點太滑 哈哈哈哈 有點就是 等於需要用一點力量去 把這個獎座 撐起來 就覺得就很像 自己在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都是 要自己把自己抓住 嗯 所以很開心可以獲得大家肯定 然後有被大家看到 就證明就是 也有一個 呃 力量在告訴自己說 做的還好 所以我做的沒事 對 嗯 大家感覺是事先你好的嗎 還是 剛才 其實因為那個 我在前面看 我一定要 該感謝的人一定要謝到 然後但是那個 前面的描述真的 超快的 然後其實我還有一些感覺 就是覺得好像有點要哽咽 就我看那個描述 鬧數的時候 我就心裡覺得 我要先把 要感謝的人一定要講完 然後之後 之後 撐住了那個眼淚 在那個台上有點頓背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我 就瞬間有點 很容易分心 對 好說你要哽咽 感謝誰了呢 結果是因為 描述 哈哈哈 不能在那個 其實在哽咽的是 當下 唸到我的名字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 有 有 那個情緒有一點要理 對 那個 那時候情緒是蠻蠻多的 對 但上台之後就是覺得 欸 一定要記得 對 那瑋琳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補充的 補充的 喔 都謝到了嗎 都謝到了 但我真的還是要特別再多謝謝 就是我的造型團隊 對 因為我的衣服是今天最後一刻才終於完整 就是 完成它 所以我的造型團隊 裝髮服等等 然後當然還有我的家人 因為我覺得我的家人是 呃 那段時間不簡單 因為對 家裡面的一些事情 然後 我覺得我的獎是 除了獻給工作人員家 我也希望獻給我的 呃 我外公 我外公 那想跟外公什麼東西 對啊 謝謝她的愛 對啊 喔 當好在等她 機械哭蕾 哈哈哈哈 他很愛到外公 啊 謝謝你 啊 啊 他跳中華了 外公有回來了 成功把你弄哭了 會有感覺到外公的一些 你一直都有啊 一直都有 對 欸我是好奇嗎 好奇 嗯 對 好 好啦 謝謝她 老師寫 在台上人夜那一刻 也是想到 嗯 但是講不出口 你就在台上說 對因為沒有需要 哈哈哈 你心情起伏好大喔 今天 因為如果你講的話 你當場一定會落淚 嗯 對我怕我會 嗯 空白 所以想跟她說什麼 就是謝謝她很 怎麼愛我啊 我覺得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對 心很糾結的時候 她的 都 都 都在 她有什麼想跟老公說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還是要怎麼用 哈哈哈哈 應該是謝謝她 對啊謝謝她一直在我旁邊 陪伴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對 好嗎 她們 她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